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进行现代化的改装 这时候你知道你已经老了 因为你几十年前设计的电梯 现在要重新来装修 重新的改造 你知道你年纪已经年事已高 我跟Joy有很多共识的机会 我们跟很多设计师合作 因为现在很多的楼宇都在进行目的地分配管理的改造 那我本来想讲一下这个目的地分配概念的一些历史 以及我们将来会做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改进 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不是足够老 记得以前人工控制的电梯的时代 你们记不记得那些文件好像人不多 这就知道大家都很年轻 那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到达分配的管理的历史吧 在很早以前 以前电梯呢很少 大概是5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的电梯还是人工控制的 好 人们来到这个楼宇 有一个人呢 他叫做大唐分配员 他基本上是个男士 然后电梯里面呢 还有一个女性的操作员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唐的这个指导员是男士 电梯里坐的是女士 不知道原因 那么其实这个大唐电梯员啊 他的工作就是跟人打招呼 把你带到电梯 好 他已经知道这个楼宇的所有的租户 所有的用户 那他因为每个人的面孔都认识的 然后有一些闲杂人员呢 会被这个人拦在楼宇之外 此外呢建筑物中呢 还有一个保安 保安人员呢 会如果你是闲杂人员 他会请你出去 然后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呢 他是分配员 他把要到达同一个楼层的人 放在一起 组织在一起 所以我已经讲到三个人 一个是打招呼的人 第二个是安全检察员 第三个人是分配员 这个现在一切都是电脑自动化了 以前都是靠人的 然后呢 还有人啊 有的国家他会把男性和女性分开 健康人和残疾人员分开 因为有的人坐轮椅 坐轮椅的人呢 会单独被指引到他合适的地方 另外呢 以前还有嘉宾就是重要的贵宾的这个快速快捷服务 贵宾呢 有自己专用的电梯 然后这个分配员就告诉电梯你可以走了 那他会来决定电梯已经满员 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 然后他把电梯的门关上 那电梯里的这个有一个专门的操作员 他关门 他专门控制 因为电梯是有两个门的 一个门是外面的闸门 然后他把这些人带到他们自己的楼层 关门之后 有的时候还要换一架电梯 然后到了这个楼层放客人出去 这个电梯操作员还要人工的来宣布 你的楼层到了 那么当然这个电梯员呢 他有很多个人的特色 他的宣告的方式呢 也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大唐的分配员和电梯员之间 有一些信号的沟通 如果大楼的客人呼来人数很多 大唐的服务员会给电梯供一个指令 这个是50年代的传统的两个按钮的分配 一个是上行 一个是下行 那么传统的电梯都是这样的 你要上还是下 要按一下这个按钮 就算在今天还有很多的电梯都是用上行和下行按钮控制的 那么两个按钮的好处呢 就是它很简单 那么希望你上的这个叫箱啊 正好是你所需要的方向 此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电梯运行的按钮 当这个叫箱会到达的时候呢 显示屏会显示 但是如果有好几组电梯的话 你通过这个按钮是很难知道 到底哪个电梯会来 你要跑来跑去在电梯警钟 才能够知道哪个电梯会来 那么在上了电梯之后呢 你又要按一下按钮 输入你的这个楼层 你希望到了时候这个电梯会停下 让你出来 那么我们的楼层目的分配系统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电梯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按钮 在早期的这个版本中 我们有一个 你输入你的楼层号 就像电电话电话的那个拨号的感觉 如果我想去23楼 我就输入23 然后这个电梯会告诉你 你去A号电梯 那这是一个输入的装置 一般呢都放在大堂中 那么后来呢 有一些更新的版 现在已经变成是触屏了 它没有一个像电话 打电话那样的物理的键盘 而是触屏的 然后你就等在电梯警钟 按照显示屏的指令 那么当电梯开门 你就走进去 所以说呢 在电梯叫响当中呢 也仍然是这个CPI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器 还是放在同样的一个门框的一个位置 那现在呢 我们在美国呢 有一个叫做二阶段的一个防火的一个控制面板 所以在这个电梯间外围的这样的门板都可以有这样的按钮 来做这个CPI的一个控制 好 这张图呢 我是偷了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照片 很抱歉 这是一个双按钮系统的一个系统 当人们进入到大堂中 他们到处去找电梯 而且这是在一楼的时候 通常会大家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都是在拥挤着电梯一到就把它挤进去 所以通常说我是要等到人们都走完之后 才慢慢来找到我的电梯 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但这个电梯系统好像很多年之前 好像还可以 但是越来越不可行了 比如说就像刚才有同事说的 如果是八辆八架电梯同事在使用的话 你可能人们不愿意去往很远的电梯走 走过去 也不愿意去来去选这样的一个电梯 而且有一些高层大楼 你甚至是一个方向上就有十二台电梯来运作 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变成是六个电梯一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这张照片仍然是同样的一个建筑物 但是使用的是个目的地的一个分配系统 有了这样一个目的地的分配系统 就像是比如说Susan到了之后 你就可以来知道说 你去某一个楼层的人 都会集中在每一个电梯里面更加的高效 从这个新神层面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分配系统 让你觉得更加的轻松 而且我只要预约了 我已经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我马上就可以找到我的一个电梯 我不需要去担心说我能不能排上队 我能不能挤进去 而且我也不需要再去在这个挤 跟别人争抢电梯的时候 还去看我是不是进了一个正确电梯 我要上行 但是它这个电梯是下行的 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他们每个人呢 只需要就是在我们入门的时候呢 输入这样的一个按钮 这个面板上面输入你要去的一个楼层 然后这个指示面板就会告诉你去哪一个电梯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 人们已经不需要去担心说 我要赶电梯 我要走多远的距离 心里没这个底 而且是它是对于 它将要乘电梯的这样一个旅程 是心里是非常有数的 还有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面板放置的问题 也是有一个限制的 你要在大厅位置 要放在合适的位置 人们才会觉得说 我选了这个楼层 到我电梯这个距离才不会觉得特别的远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电梯分组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有以前是四组相对的 就是相反方向的这个电梯组 但现在也有是五个向上 然后也五组相反方向的电梯组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 目的地分配系统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单一个方向 一排我可以坐五到八个电梯 我想问有多少人住过金茂的凯越的 如果是住在五十层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凯越 五十层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呢 它有十个电梯间一排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吃惊的 但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目的地分配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在同一列当中来排八个电梯间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之前的话可能就是双两排一排四个或者是两排一排五个这样一个电梯间的一个分配 但如果有了目的地分配系统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面同一方向一排 我就可以排八到十个甚至十个电梯间 所以有些人说呢 这个分配系统就是所谓的一个算命 就是预测系统 好传统的这样一个分配系统呢 他们是要等待 等待来看说哪一个电梯间是空的 然后呢 你不能够是从 你只能从单一的方向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电梯 而且还是双按钮的一个系统 如果大部分的人 他们进这种情况下呢 他进入到大唐的人 他们会愿意只是等电梯而已 有时候会忘记去按这样的一个 一个按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电梯来的时候可能都不是他要去的那个方向 好 现在我们就变说是每隔一个电梯间 我们就安装了一个按钮的方式 但是人们也还是不愿意去按这个 但是如果是用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分配系统的话 就很明确 如果像这样一个井字形的一个电梯间的话 一个电梯组间的话 只需要在你的这个走廊通道入口处放上这两块面板 别人在按上你的楼层之后 就可以知道说我要去哪一个电梯间 就从心理上会更加的便利 好 这个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目的地分配系统的一些优势 基本上来说呢 对于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 我们这个上行的一个效率的话 电梯速度是没有什么改进的一个必要性 因为新建筑的话 它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电梯的运输的交通的系统 我们的一些租客 他可能行动或者是他的一个路线改变之后 这个也是必须要可以通过这个目的地分配系统 提高在上行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表现性 而且也能够让我们来提高每一个电梯组来运输客人 租客的这样一个能力有所提高 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各个分区的人数都能够在他 如果人数在增加的时候也能保证一个服务的质量 所以我在想如果是一个新的一个现代化的大陆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低地 也就是目的地分配系统的话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合理的 好 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举这个办公楼的举例子 如果早上 那前天呢 我们就和他解释了这样的一个上行 运输的一个效率的这个情况 办公楼大家都有个体验 等电梯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 而且因为人很多也都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点 要是来上班 比如说八点钟 九点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这个目的地分配系统 它的一个电梯 每趟的这样一个 中间间隔时间就会短很多 但是如果说 你的这个分在五分钟的这样一个高峰期当中 你提高我增加了我这样的一个分配电梯的一个数量的话 其实就可以大大的提升了 你对于人留的这样客流的这样的一个分一个处理 换句话说 目的地系统分配系统通过要去同样一个楼层的人进行一个分组 这样的话也可以大大的缩短了这样的一个等候的一个时间 所以很多人现在最直观的来看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地分配系统的一个感觉了 对于这个已经是新的建筑或者说这个电梯系统很成熟的一个楼屿来说 其实没有必要去提高这样的一个处理客流的一个能力了 但是我如果是说你这种建筑楼屿当中你的分区很多的话 比如说你是在某一个高峰点 你说12%的人都会在高峰期来用电梯 但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只有6% 也说只有一半的人 就是你如果使用了DD这样一个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数字可以降到6% 就是说我可以更好的去分散这样的一个客流了 让这样的一个客流更快的进入电梯 或者是让我们的客人更好的更快的进入到他们的一个目的地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早上我们只能 如果我们可以控制到6%到8%的人可以在很快的时间来进入到电梯 换句话说这个等候的时间很短的话 那我晚上就没有必要去来去流出这样的一个余地说我要准备好20%的客人 如果用电梯以后我应该怎么样去调度这个电梯 这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要保证电梯的这样一个运行的频率要更快一点 如果你控制系统更好的话 就没有必要是说要一趟电梯要上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都能下来都能使用的话 才能去解决这样一个客流拥堵问题 另外其实这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走向 客人的走向做了一个离线性的这样的一个分割 所谓离线性的分割 用我们滴滴这个系统这样一个理念也是很好做到 比如说对一些VIP的客户 假如说是南美的一些金融界大恶 或者是中东的一些富豪 他们希望说是有直接就是我坐私人的电梯 我要到他的一个公寓或者到他的一个套房 这也是可以希望是可以 这也能够让我们VIP享受这样一个服务 其他还在等电梯的人是根本就不知道说有这样一个IP 已经成了一座电 其中的一架电梯回到他的房间了 所以这也是滴滴可以做到好处 另外呢我们对于双层电梯来看的话 双层电梯也是经常要进行分割的 而且他会降低一个双层电梯的一个单双层的一个分割的话 其实也通过这样一个滴滴系统也尽可能的也把它降到最低点 也就是说已经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对于双层电梯来说 要按照单双层来进行分配 假如说在香港我曾经碰到一个例子 如果他忘了他去哪个楼层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就得等 假如说你已经到了这个双层 但是你又得等他的单双层电梯下来接他 这是很不方便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滴滴这个系统和我们的个人便携式设备能够整合在一块的话 就可以知道 你在进入楼宇之前就知道你要去的这个楼层电梯在哪里 当然了也可以改善我们设计的灵活度 自911之后 现在很多新的一个建筑物楼宇已经不会 已经将在大厂当中会加了很多的一个安检的一个设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的这一楼的一个安房 越加的颜密的话 你就会让这个等候的时间就会更长 所以让这样的设计会更加的灵活 当然也并不需要去来降低现在电梯的数量 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使用了滴滴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呢 也还是有一些他的缺陷缺点的吧 换句话说 你可能这样一个滴滴的系统 你会让一些楼宇办公楼的白领们可能会很迷惑 还有一个例子 那就是酒店 我们曾经在纽约的万豪酒店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看一下使用这样的滴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来帮助我们的客户住户 能更快的到达他的房间 但是其实呢 很总经理告诉我说 这个理念很好 但是你必须要减少一半 因为很多客人说 他找不到这样的按电梯上行下行的按钮了 他已经不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系统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到过 所以在这个公寓楼 他们用了这样一个滴滴的系统是很多的 因为很有很多VIP的高档公寓的一个住房 所以如果说是你是这种住宅楼 是每一套是卖2000万美元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系统 但是如果是这套房只有200万美元的话 你用这样的系统 反而你会让住户非常的迷惑 我想可能在未来 人们的观念会慢慢的会接受这一点 所以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不利 还有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劣势 那就是晚上的下行高峰啊 其实没有办法会使用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分配系统 为什么呢 它会通常会导致很多一些 就是你的预约可能就错过了 需要让重新再做预约 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是 就是经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坐电梯的话 你现在下行 下行 你假如说 假如Agent Agent他也要下一楼 但是我也我要下一楼 但是我要按照这样一个排序顺序 Agent先按了一楼 那他就得他先进去 但我也是要去一楼 但是他不让我把它跟Agent 放在同一个电梯间下去 所以在下行的时候 也就是夜间下行的时候 这样的目的地的分配 可能就是不太好 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做这样一个目的地的分明显 区分的没有那么的明显 因为大家都想回一楼 从一楼离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很多的预约 就所谓你按了这个按钮 但是你没有办法有电梯分配到给你 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缺点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新加坡 目的地分配系统非常的棒 但是很多人开始玩这样的一个电梯系统 我看我有没有照片 来看一下 好他们是怎么来玩呢 他就喜欢就是随便按这样的一个按钮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游戏机来玩 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目的地分配系统 那这一块呢 是我们的信息输入的一些设备的一些例子 那最底下左手边这个有这样一个面板 下面有一个残障人士的一个按钮 就像刚才我们同事所说的 在旧金山有这样一个法规说 你要按了这样的功能键 你可以保证说盲人或残疾人 是按了这个功能键之后 马上在他最究竟位置安排一架电梯 所以这样的话你只需要对残障人士来说 你按这个按钮 马上就可以来安排一个电梯 那右手边这个就是利用设评技术所做的一个设备 比如说你的假如说你是在安保比较严密的一个办公楼或楼宇 你只需要拿你的驾驶证或者你的ID身份证来扫描一下 就可以来输入到你的一个楼层 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身份证件来把它取消掉 好我想大家对于这个楼宇当中入门处的这样的一个折叠门 或者是安保门是非常的熟悉了 现在呢我们希望是说让我们楼宇的安保 再和整合到了这样一个大唐的一个旋转门之外 同时应该要整合到我们电梯的一个分配系统 所以有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电梯的分配系统的信息放在这样的一个入门处 比如说我刷了这个证件 我还得回过头停一停一两秒来看一下我要坐那个电梯 其实是不方便的 所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我会提出一些未来的一些解决的建议 我们也谈到了上行的时候下行的时候 我们滴滴系统它会有它的优势和劣势 而且如果整合到了我们楼宇的一个门禁系统的话 它也还是有一些不够人性化和要改进的地方 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楼宇的门禁系统当中 安装这个脸面识别系统 有摄像头识别 我是不是会更加的方便 假如说像一个iPad那样触摸屏 然后你当我这个员工进入之后呢 他人脸识别 他就自动在iPad这个屏幕上面显示出 显示出你要坐哪个电梯 就不需要我再去刷证件 低下头等一两秒来看我这个电梯的一个数 哪个哪号电梯 还有就是使用一个蓝牙系统 iPhone iPad这些软件 GPS的定位 还有射频技术 当然还可以说是我可以通过这个电话 来取消掉我这样一个电梯的预约 或者是重新再预约 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说 大家应该过人行道的时候 大家有这个经验吧 红绿灯告诉你说 你过人行道的时间还有多少秒 对吧 为什么我不能够在楼宇当中来告诉你说 你的这个电梯还有多少秒就要到达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然后呢你可以倒计时 这个时候在上的楼层呢 他如果电梯已经坐满了 他会告诉你 然后给你重新安排一架电梯 那个这个楼层呢 如果已经满了的话 这个楼层就不停 在欧洲 在欧洲 如果我们做倒计时 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习惯 关于教乡平台的负荷称重 我们这是我们美国的一个一个叫法 如果这个电梯满载了 那么要一定要有人出去 在美国和欧洲这个系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下 电梯是下行 那我们的做法是呢 如果这个电梯已经达到了70%的负载 那么下一个楼层就不停 而是直接的跳过这个楼层 那么在晚高峰 这个用处呢 是非常的好 还有早高峰也是如此 假如说我们是八个叫香组 那你的这个设计不合理的话 要花一个小时才能把所有的这些人 送到他们需要的楼层 而你的设计好的话 可能时间就是20分钟 所以这个到达管理非常好 如果有这个楼层跳过这个楼层的功能的话 这样这个效率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用了几个分配器 用通过来计算 配置几个分配器 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呢就是在发生灾难的时候 要尽快的疏离这个人群 那有的时候呢是 在911之后没有人愿意留在楼屿中等待救援 我不知道各位的感觉是怎么 发生了911之后呢 我可不愿意被埋在瓦砾堆中 我会希望呢赶紧离开这个楼层 赶紧离开这个楼层 那么很多其他的电梯呢 这个时候包括那个维修梯 观光梯等等都要投入使用 来去疏散人群 那么这个可以在160 160分钟的时间把所有的人疏离 撤离这个建筑物 160秒的时间呢可以把很多的人疏散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在一些非常高层的住宅内 住宅很多富有的人 这个富有的人呢是非常年纪非常大 70岁80岁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让他走下楼梯 是不大可能的 那我们也可以用欧洲的这样的一种 负载设计的轿箱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说 电梯已经负载了 有人要下轿箱 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那么另外呢你要所有的人都去走楼梯 这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最后呢 我是说有一些快速到达的电梯 这是我最喜欢的 那么你看现在这个角落上有一些操作屏 这里问题在哪里呢 这是有双层轿箱的电梯 那么你呢 理想状态上 电梯的那个楼层分配应该在更早先的前端去放置 那么有一些比较短的自动浮梯 那么有一些比较短的自动浮梯 此外呢我们还要把人群进行差异化的处理 因为有的人呢他没有事先登记 他要到达的楼层 所以这个系统没有办法识别 所以这个显示屏应该发挥很多的作用 比如说显示这个倒计时 这个是规则 分配的规则 接不接受这个到达的楼层 还是进行一个新的指令的注册 这是我的最后一张幻灯片 这是我们的一个版本 每一个叫箱它的显示屏在上端 好 这就是我翻译的全部 非常感谢